会有四个按钮 那后面这两个按钮复杂度太高了 所以我有把这两个按钮的做法 放在云端上面 程式也有在上面 但是我们可能要讲到很深入 第一个时间不太够 第二个的话 难度太高了 所以我会把重点告诉各位 如果有兴趣 而且程度够的同学 回去可以试试看 因为真的还蛮好玩的 有没有 你按下去 你哪一年的这个就自动就可以产生了 以后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你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比如说我举例像很多东西 比如说从网路爬虫 你可以呼叫IE软器 帮你把只要能够放网页上的东西 都抓了下来 抓到Excel里面 然后你把它处理之后变一个报表 分析完的结果 然后再做成图 最后你要寄给人家的话 你可以呼叫Outlook 那整体其实就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而且VBA呢 它是可以24小时service的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每一个小时 或每分钟都可以 然后去帮你做一次这种事情 当然你不是一直寄给人家 是说当什么条件发生 一个逻辑判断 再去寄信给那些人就好了 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设定什么 毕竟一段时间 就是什么时间做一次就对了 可能有点像闹钟一样 每天或每周等等的 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点 那等于你设定完之后 只要是电脑打开 一次又是打开状态下 那这些事情它都会自动完成 那等于是说 真的有些人的工作 会可以不存在 为什么因为程师说写完了嘛 对不对 那那个人就可以去做一些 更值得去做的事情 OK 所以我是觉得这很多东西 是值得去思考的 所以这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把刚刚的这个先做 清除掉它的这个规则好了 OK 那我们要用VBA来写 那怎么写 首先的话大家来看一下 一 因为我要写一个按钮 叫格式化日期 那一个还原嘛 所以写的方法 我前面讲过了 一定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模组里面 撰写一个sub 名称叫做什么呢 叫做格式化日期 OK 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难度有点高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这程式 有没有 相对的 会有两个回圈 有没有 FOR回圈 FOR I 这个应该之前有用过 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32 那FOR J 这个之前可能没 这样有用过J吗 好像没有 这个J指的是哪一栏 所以以后你看到 假设是FOR J的话 就是哪一栏 第一栏到第12 12的话L 1到12月 那指的就是说这个范围 也就是我把整个范围圈起来了 然后再去判断 如果呢 所以我们写的方法 我再写一次给大家 就是这个地方 第一个 先决定它的蓝跟列的范围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判断什么 如果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那就是打Sales 前面我们是Sales的I列 后面是什么A蓝 还是B蓝 因为现在是什么蓝 J蓝 所以是Sales I 逗点J就可以了 那指的就是说呢 它会帮我把 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带到这边来 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是不是礼拜六 所以我刚刚写 是不是礼拜六 那怎么叙述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if后面 加一个weekday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 其实在VBA里面 一样有一个函数叫weekday 然后你就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给他 那判断什么呢 当他这个weekday等于多少呢 如果礼拜六一样嘛 就7 然后做什么 Enter两下 打个Enter一副 对吧 那底下就做什么 字变成深绿色的 然后呢 那个什么呢 底色变成浅绿色的 应该有意象吧 记得哦 字变成深绿色的Sales 点什么呢 点Fone Fone的话呢 我们就是什么 点Color 所以再来点Color 它等于什么呢 深绿色的RGB 然后 然后可是深绿 绿的话呢 是这个没有那个红色 255这个是绿的 那可是我现在是绿的 可是我怎么知道深绿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油气筒 我前面讲过嘛 你可以这个地方呢 油气筒看一下 然后深绿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这个吧 深绿的 制定一下 你会发现哦 原来深绿是长这样 0 干脆50好了 取个整数 或者是太深的话 不然就100 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是找一个 好吧 050 深绿 那可是浅绿的话 怎么知道浅绿 往上拉不就好了 255之后 拉到这里 刚好不就是取个整数好了 刚好就是取200好了 200 也许这边200 中间255 这边200 就浅绿了 那我就把它填上去 不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在把刚刚的字的颜色 这边好像改50 好有没有 然后记得啊 这边记得把那个什么 刮虎补上 OK 然后再来就是 底色的还记得吧 Sales 点什么呢 Interior i开头的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然后你打个i 这边就有了 OK 然后点Color 那它的那个等于 一样用RGB 挑射盘 然后我看到200 到点255 到点200 那不就是 礼拜六礼拜 一样刮虎 礼拜六 OK了 那礼拜天怎么写 Enter一下 把这两 这四行复制一下 把它怎么样 贴到这个底下比较好 if 这个条件怎么样 等于1 1 那 字的颜色红的 红的比较好记 255 然后这边是0 底色是黄的 黄的还记得吧 红配绿 255 255 0 OK了 但是我现在执行给各位看 程式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for i 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三列 for j 是1到12 记得 我建议你在打的时候 这个尽量 按Tab键 因为如果你没按Tab键 这看起来同一阶 其实阅读真的是 不很OK 如果你按个Tab 感觉就是 这一阶 头跟尾在这里 头跟尾在这里 那if的话就是 这个是礼拜六的 这个是礼拜天的 OK 那就判断完了 执行看看 不过好 还有个地方会出错 什么地方呢 执行 有没有做出要的结果 有 但是有个地方出错了 那以后各位 你一定会遇到这种状况 可是以后特别注意哦 你程式如果发现错误 你不要紧张 因为有东西 只要看到这就 非常非常非常紧张 好像感觉是个很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 写程式 会有bug 其实是很正常的 哪怕是我们常常写 还是出错啊 可是出错就改就好了嘛 那怎么改 很简单 那一 请你按真错 二的话呢 你再去看一下 到底哪边出错 他说什么呢 形态 不符 形态为什么不符 意思是说我给他的资料 用weekday判断的时候 他说给我的 那个资料形态不符 那所以我们有个方法 请你把游标 放到 这个Sales 瓜佛IC里面 有没有看到 他里面是什么 空白 如果你今天要请他判断的时候 就要你要叫人家做一件事情 说我这资料给你 就要打开 里面你都没有资料 你这是什么 我要怎么帮你 对不对 他意思是这样子 你不是要叫我判断 礼拜六还是礼拜天 你 你没有给我任何的日期 那我怎么判断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所以特别是慢慢你要学 很简单 就如果当那个储存格里面 假如是空的你就跳过 如果空的 所以如果在上面加一行 就是跳过的 如果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 OK 那我把这个复制好 这个里面的东西 假如是空的 就跳过 所以特别注意 当然我们会这样写 如果等于空的 那我做什么 其实我们主要 另外一种思考方法 就是要做底下的 这些动作呢 一定是不能是空的 有没有 如果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不等于空的话 然后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OK 然后底下可能要再多打一个endif 拿这个来复制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已经 逻辑里面有逻辑 如果你放同一层的话 看不出来 所以我习惯怎么 按个tip 有没有 外面这个是这个的判断 判断完之后才可以进去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像一个闸 什么闸门 就像之前那个 你们要进来 现在不是要量体温 就是当那个人没有发烧的情况下 才可以进来 如果发烧 很抱歉 不能进来 有没有 就类似像这种状况 如果 那个里面有资料 那才判断 所以 特别之后 我的叙述是这样 如果那个里面 不等于空的 才可以进来 等于空的就跳过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什么事都不会做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好 那我再来怎么做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其实VPA我觉得这个还蛮优秀的 因为它可以让城市倒车 倒车之后 请你回到上一行吧 拉上去 有没有 这还蛮方便的 不用重来 那这个时候 它你可以执行 应该会正确 不过我习惯按F8 看它能不能跳过 因为目前现在里面是空的 所以它怎么样 跳过了 有没有 跳过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也就不会出错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写城市 错了没关系 你要看错哪里 盖哪里就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慢慢养成 这样的这种有那样能力的话 写城市也不过如此而已 就真的是这样 OK 底下的话就让它全部执行 好 就跑完了 OK 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的话 有一个什么 还原 要怎么还原比较快 其实是会一个一个来 其实好像 不用把整个范围全部 全部还原好像最快 可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第一件事 请你们怎么样 先把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要把它清除规则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除规则 你等于做白做 第二步的话 开发人员里面 先 新增一个模组 然后里面的话就格式化日期吧 然后Enter一下 再来的话呢 就是试着做做看 我刚刚那个 那几个 就是 先for i 再for j 那这一段程式 云端上其实也有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云程式嘛 云端白板的第几页呢 第 这个当然 就在这里 第十二页的部分 这个可能稍微相较之下 会比较 复杂一点 不过我是觉得 很多东西前面有讲过 比如说for i 有讲过 但for j 没讲过 不过for j 没讲过 可是 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如果多一个for j 的话 意思是说 以后如果你有大量的范围 其实你就可以 整个全部一起全部完成了 那再来就是说了 礼拜六怎么判断 礼拜天怎么判断 其实只是把程式复制一下 那这边我是顺便有 讲了一个除错的技巧 这个还蛮值得学习的 因为程式绝对不可能说 你写一次马上就对了 又不是天才 像我也常常写错啊 只是说上课的时候 我不可能老师一直在那边除错吧 对 所以有的程式当然已经写好了 只是说 我刚刚只是分享 如果我遇到错误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其实有些技巧是游标可以放在上面 可以观察一下 里面的资料 为什么出错 那如果出错没关系 我把它挡下来 或者是说不让它进到这里面来 那不就OK了吗 因为其实好像那个 那个什么防疫也有点类似像写的程式 不要出Bug就好 有没有 如果有Bug的话 赶快把那个Bug给解掉 那这样的这个系统呢 就会很稳定 OK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得一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格式化日期部分 来稍微 做一下 好